今天呢,這整個是我們在Queenstall這邊住的第二間房間 然後我今天住了一台腳踏車 我現在要騎去黃湖 然後還有去逛一下街 今天真的是太冷了 我穿兩件褲子 然後兩件Layers 然後一件T-shirt 一件外衣 一件毛絨的外套 一件乙絨外套再加上這個防水的 超冷,但是還是好冷喔 好了,我今天這個外套手機 跑了我的腳踏車 然後我現在要騎到騎去黃湖 騎一下下的 在公園裡面就出現了這麼美的景 騎車的好處就是走路太慢 開車又太快 這個速度真的是超好的 然後我現在停下來的路邊 因為我被這個媒體給驚驗到了 然後到這裡又很開心 然後我現在停下來的路邊 然後我現在停下來的路邊 因為我被這個媒體給驚驗到了 然後到這裡又很開心 然後到這裡又很開心 超美的 然後到這裡又很開心 這裡也太美了吧 然後旁邊有第一個 旁邊都結冰了 這叫多冷了吧 其實真的很冷啊 我要戴手套 看這裡不愧是 自行車很有帥的地方 這裡是公路 然後這裡是腳踏車的車 超棒的 然後我現在騎到了Franston的港口這邊 然後我現在看到這台Water Taxi 那邊拉上來 覺得很有趣 然後Franston這區就是在Queenstown這邊 另外一個熱鬧的區 第一個主要的Town Center就是在我們住的那邊 然後Franston這邊就是離機場比較近的 另外一個熱鬧的區 然後我們住的那一區Town Center就是主要的 一個Queenstown的熱鬧的區 然後我等一下可以去看瀑布還有橋那邊 然後在Franston這一區也是 有非常多的Airbnb跟住宿 像後面這個也都是Airbnb 它都是非常漂亮 然後在這裡也會看到飛機 我剛剛也有看到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我現在把車子停在那邊 看到了這個拍照點 超美的 現在走過去 這水也都超清澈的 我這一路上走走停停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到我要去的瀑布啊 太美了 每個地方都想停下來拍照欸 有一點點 放在衣服 然後在那邊 可以在這裡 吃醬汁 有一點點 每個地方都要留下 好幾乎 在這裡 在這裡 這裏 可以用來 就是 我要用來 然后我刚才去了一下厕所 真的不得不说 你们现在的公共厕所都超干净的 我刚刚骑完了Cleanstown Trail跟Dragon Trail 骑了两个trail 然后我现在回到了Cleanstown 然后现在12点多了 然后我要去吃饭 我看到你的Instagram 对 对 你还在哪里? 其实不是 从哪里? 我从台湾 我只是在约翰 我现在在约翰 我现在在约翰 找我在宽室里 我在湾边的摊贩 这边给了一个汉堡 坐在湾边的那边 看起来 他点那个墨西哥口味的汉堡 我觉得蛮好吃的 然后刚刚还有路人问我 在哪边买的 然后我现在吃完我的热钩 然后我要去环角踏车门 然后再追唱 他这里算是一个度假顺便 所以他这里有很多衣品 还要很多光泉品 然后这里再放在一些淡水里 吃到太阳 吃得到 不吃多多的 吃得到 吃得到 吃了 吃得到 就吃出来 吃得到 是不是 吃 court 葬绍 吃 在 今天是我在紐西蘭的最後一天 然後晚上要去打飛機 所以我今天來吃一家 在 Queenstown 這邊 在湖邊的一家找午餐 叫做The Best House 然後我先點了一杯咖啡跟一個餐點 餐點等一下會來 然後我點了一個水果、堅果優格 跟一杯Flat White 我在湖邊吃的我的優格沙拉 跟我的咖啡 然後看前面的景就是這樣 超美的吧 所以我的優格沙拉裡面就是有 堅果、優格 然後還有一些新鮮的水果 它這個優格沙拉看起來還好看 它吃起來非常好吃耶 它這個堅果啊 的種類有非常的多種 而且它的口感很清楚 而且超多種類的 我點了這個優格沙拉 就是7塊 然後它除了這個沙拉之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餐點 像咖啡它就有很多種的咖啡 然後它還有其他的早午餐啊 像搬奶油顆蛋啊、鬆餅之類的 然後它這裡還有賣一些麵包 然後它這裡還有賣一些麵包 還有賣公園 剛剛在咖啡店裡面坐太久了 忘記外面有多冷了 出來馬上把微博啊衣服全部穿上 好那今天是我在紐西蘭的最後一天 那我覺得紐西蘭真的是會讓人家愛上的一個國家 特別是喜歡戶外活動 喜歡大自然景觀的人 真的是會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這邊的大自然景觀啊 保持的非常的好 不管去到哪裡 每一個大自然景觀都非常的乾淨 不只有大自然景觀很棒之外 它的人也都非常的友善 然後我們在這邊吃的食物啊 我覺得也都非常好吃 雖然是我們來這邊一個月 沒有每一餐都是在外面吃 我們有很多時候都是在去超市自己買回來煮這樣子 然後超市的東西也都是非常的新鮮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東西也是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在這邊待最久的兩個地方呢 就是瓦那卡跟クリンスタル 都各待了兩個禮拜 因為在瓦那卡我們是因為要考滑雪的教練執照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待了兩個禮拜 然後總共偷偷滑了十幾天的時間 然後在クリンスタル這邊呢 它是一個非常的旅遊觀光的景點 所以它到每一個城市 所以它到每一個觀光景點 它都有接駁巴士是非常方便的一個地方 然後瓦那卡就是從到滑雪場 那種比較近的一個鎮上這樣 所以現在這邊的滑雪 沒有那種Ski in的住的地方 它都是住在鎮上 然後在大家大概一小時的接駁巴士到學場去 所以這是有一點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不過它也是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在自然環境上保持得非常的好 因為其實我從以前就一直非常想要考滑雪教練 可是一直都沒有對的契機 然後也非常謝謝這次我的夥伴 小球跟Lumi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去考滑雪教練呢 其實Snowball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項運動 所以我就想說 一定要去達成這個夢想 那這次也是因為阿丹幫我做了一些功課 然後還支持我去考這個教練 所以我才可以Line有期待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Line有期間 不用換太多的現金 因為他們像是學廠啊 還有一些店啊 他們都沒有現金可以找 所以這裡都是用刷卡 或是Apple Pay都非常的方便 就連非常小的店啊 也可以用Apple Pay 只有像是一些Farmer's Market 就要一點現金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這次牛線的影片就到這邊 最終回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如果有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抽到 我從牛線帶回來的伴手裡喔 那也希望大家有機會 也可以來牛線那邊玩喔 然後還有一起跟我滑雪的那些夥伴 我的同學們 希望可以一起在相約在其他國家一起滑雪喔 也歡迎來台灣玩 掰掰